在二战中,有这么一支日本王牌军队,自1937年从杭州湾登陆,一路攻占吴湖、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 不仅如此,他还侵占马来半岛,攻陷新加坡、进军缅甸,成为二战中入侵国家最多、作战地域最广、所犯罪行最大的一支日军,他就是日军第十八师团。 作为日军的顶尖王牌,单以战绩来说,第十八师团确实可以说得上是战果颇丰,他们不仅在中国大肆征战,还一度称霸东南亚,曾被东南亚人民称为丛林恶魔。 可就是这么一支战绩辉煌的军队,最后竟被中国远征军打败,甚至连官方硬性都被远征军缴获,成为了日本军中的笑柄。 那么,第十八师团究竟在世界各地犯下何种罪行,最终又是如何被中国远征军击败的呢?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力不断强盛,最终在亚洲地区脱颖而出,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出于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日本逐渐成立了一支现代化的职业军队。 1907年,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建立了第十八师团。 在一战结束后,因为参加西伯利亚出兵,导致军费超过预算复合。 1925年,第十八师团被正式裁撤。 裁军之后,日本陆军保留了17个长辈师团,采用二旅四步兵团编制,是日本陆军中最精锐、最强大的战力。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加剧,到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 日军逐渐感受到兵力匮乏,于是逐步在17个长设师团的基础上增加了10个左右的特设师团。 9月,第十八师团被重建,下辖两个旅四个步兵连队,共计两万余人。 而他们打的第一仗就是著名的松户会战。 11月5日,十八师团在杭州湾登陆,与第六师团一起包抄国军的侧后,给予国军沉痛打击,进一步导致国军权限的崩溃。 日军占领上海后,由于十八师团伤亡较少,因此得以继续追击向南京撤退的国军。 接下来,他们又攻占了五湖,并在这里制造了五湖惨案。 随后在第十八师团的配合下,日军攻陷了南京,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后,第十八师团又一路南下,相继攻陷了广州、海南等地区。 该部队所到之处,几乎就是寸草不生。 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之后,这支部队离开了中国,相继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作战。 不可否认,单从军事角度来说,第十八师团的战斗力确实惊人。 他们在东南亚几乎是所向披靡,比如在1942年2月,死伤9600余人的代价,比伤俘获英军共14万人,成功占领马来半岛,令世界为之震惊。 因为擅长丛林战,所以第十八师团被称为丛林作战之王。 而在日军进攻马来半岛的同时,日本海军还偷袭了美国珍珠港,由此引发了太平洋战争,而美国为削弱和牵制日本,开始援助中国抗战。 并利用电缅公路为国民党政府运送战备物资,而日军则在1942年初进军缅甸,企图切断圆华通路。 3月,日本第十五军攻占了缅甸首都仰光,而隶属于二十五军的第十八师团也被调入第十五军,以增强缅甸方面的作战力量。 4月,西线英军被日军包围在仁安枪,胆尽粮绝陷入绝境,不得不向中国远征军求助。 三十八师师长孙利仁,亲自从曼德勒赶往前线,指挥113团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 制武即攻克日军阵地,兼敌一个大队,解了七千英勉军之位。 仁安枪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勉后第一个胜仗。 孙利仁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余几的敌人,救出近七倍余几的友军轰动全球。 但局部的胜利对于整体局面的帮助并不多。 由于盟军高层的政治和军事分歧,加上英军为敌退缩,本来占据兵力优势的盟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 5月下旬,缅甸全境被日军占领,英军退往印度,孙利仁也带队撤退到印度,另一步撤回云南境内,聚首怒江东岸,与日军形成对峙局面。 双方交战的结果也很明显,中英军队战败,日军控制了几乎整个缅甸,这样的结局绝对是盟军所不能接受的。 缅甸是盟军向中国输送抗战物资的生命通道,除此之外,如果缅甸被日军控制, 那么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通道也会被掐断,所以说无论如何都要击败缅甸的日军,击败第十八师团。 然而以当时中国远征军的战力,想战胜第十八师团明显不可能。 中美英三方进行了商谈,结果决定硬碰硬。 十八师团不是被称为丛林作战之王吗? 那么就在丛林中击败他。 为此,美国向中国远征军提供了很多先进的美式装备, 并选送了大批优秀军官学习各种理论、技术和作战方法, 全军官兵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高。 1943年春,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十八师河边成为驻印新一军, 由美国将军史蒂威统一指挥。 10月,孙立仁指挥新三十八师如下山门虎般扑向胡康河谷。 到12月,孙立仁指挥的新三十八师先后占领拉加苏、新平阳、渝邦。 1944年初,廖耀乡指挥的新二十二师攻克大落, 随着第十八师团各部撤退败逃, 他们这才发现,此时的中国军队, 无论是装备还是战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1944年1月,中国驻印军以孙立仁的新三十八师和廖耀乡的新二十二师为左右两翼, 向缅北门户,孟关进攻。 孙立仁和廖耀乡两位将军兵分两路向日军发起了攻击, 元气大伤的十八师团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他们的阵地不断丢失。 在日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中国驻印军穿过环境恶劣的原始森林, 齐袭在达罗的第十八师团司令部, 最终缴获第十八师团发布作战命令的官方大印, 这在抗战期间绝无仅有。 此战,第十八师团损失惨重, 虽然师团长田中新一侥幸逃出, 但该师团官方大印被缴获, 让第十八师团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羞辱。 毕竟这是二战中日军唯一被缴获的大印。 紧接着中美军队联合攻下了密之纳, 便在密之纳休整了两个月, 期间孙立仁被升为新一军军长, 下下新三师师和新三师八师, 之后孙立仁率领新一军连续攻去巴默南侃, 在1945年1月, 新一军与电锡中国远征军联合打通了店面公路, 最终在孙立仁的率领下, 新一军高歌猛进于3月27日胜利结束第二次缅甸战役。 1945年8月,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10日, 第十八师团在缅甸向英军投降, 这支曾经一度最大恶极的日军王牌师团正式宣告灭亡, 虽然该师团最终投降于英军, 但实际上主要是被中国驻印军所歼灭。 我们不能遗忘民族和国家曾遭受的苦难, 更不能忘记那些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战斗英雄, 在此向他们致敬。